央视有一档老节目叫做主持人大赛 今年这个节目又来了 凭借超豪华的评委阵容 全靠实力说话的赛制流程 来自全国一等一的优秀主持人选手 节目一播出 收视率瞬间霸占全网第一 几次攻占热搜榜 弹幕多到能逼风密集恐惧症患者 绝对是A加级零一错 幸福于完美 站在台上会发光的 观众真实的笑声最多的一个 让人可信不做 真的都各有特点 在国际上太需要像你这样 能够为中国发声的主持人和记者 网友评价这些名嘴在一起说话 就是神仙打架 一个主持人选拔的节目 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一定要强中更强 稍有不专业便会被各位大佬秒杀 还好主持这个大局的就是萨贝宁 我是从主持人大赛走出来的主持人 也是主持主持人大赛的主持人 萨贝宁欢迎各位 有人说萨贝宁开始变得好玩 搞笑是从采访马云开始 马云站在我身边说 我对钱不感兴趣 当时我一直憋着就不敢笑 我创业从阿里巴巴创业 1999年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一个月拿过工资 工资但是都发到我们家老婆站好站去 我从来没碰过钱 我对钱没有兴趣 当时我一直憋着就不敢笑 自从被马云刺激了之后 萨贝宁就像是被解除了封印 豆逼特性全面爆发 真的是这样吗 今天时光复读机的主角就是这个20岁活得像40岁 40岁反而活成了20岁的萨贝宁 1976年萨贝宁生于广东湛江 父母都是军人 在部队从事文艺工作 从小到大都被医术熏陶 小萨在很小的时候就很擅长演讲 常常参加各种比赛 能说会到是他的特长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他的父母转业 他跟随回到了湖北武汉 初中二年级 在参加一次演讲比赛以后 萨贝宁很幸运地参加了北京大学举办的一个东令营 在汇报演出中 还唱了一首小白羊 因为文艺演讲的特长 在离高考还有三个月的时候 他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这个故事后来被小萨变成了著名的段子 我不是主动去的 因为当年呢 当然我不是为了吹捧和抬高自己 我当年呢 因为是保送北大 所以你想我拿到这个通知书以后 我很纠结 想去吧 那么远 远离家乡亲人 小伙伴 但不去呢 北大也还可以 在大学 萨贝宁读的经济法 但他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 而是一个积极的活动分子 学校又成立广播电视台 说着一口武汉塑料普通话的萨贝宁 想也没想就报名了 结果 老师干脆就让他当了台长 当其他同学要么拼命忙着学习 要么把业余时间用来打游戏追剧的时候 他把大学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 搞戏剧社 拍电视剧 还奔赴在各个比赛的现场 忙着陀螺转 有时候缺课 为了通过考试 他干脆把整本书都背下来 正如网友所说 装逼需要实力 不努力的人 连装逼的资格都没有 就这样 小萨的学习一点没耽误 顺利通过各项考试 大三作为合唱团团长率队 远征西班牙 在国际比赛中勇夺第一 大肆被保送研究生 学习兴趣两不误 让人不得不服 1998年 央视的一档新节目 今日说法 在全国招动法律的主持人 栏目组来到北大校园招生 结果萨贝宁正忙着排演话剧 虽然老师向节目组推荐了他 却始终找不到他 等萨贝宁回来时 节目组已经离开了 对于一般人来说 虽然婉惜 也只能接受错过的结局 但是萨贝宁就是不愿放弃 他想尽一切办法 又联系到了节目组 请求见面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萨贝宁对这次机会非常重视 换上借来的肥大西装 将头发梳的油光增亮 打着红领带 夹着公文包 去找节目组 当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看到躲在大西装里 又黑又瘦又矮的萨贝宁之后 愣了一下说 这猴子水弄矮的 失望之情异于眼表 令导演们却没想到的却是 试镜时 萨贝宁一开口 竟然像模像样 气质非凡 出口成章 就这样 这猴子在1999年 开始主持今日说法 而且一做就做了十几年 当时萨贝宁只是作为 北大的法律系的学生 在今日说法栏目主持节目 还不是央视的员工 所以第二年 央视举办主持人大赛 萨贝宁就参加了 这一年24岁的 萨贝宁还满脸稚气 却在紧张激烈的比赛中 落落大方 从容不破 张口急满分作文 各位好 我是49号选手萨贝宁 来自北京大学法学院 但是我选择 作为一名主持人 而不是律师 不过我觉得 他们的差别也不大 首先大家的工作都是说话 其次呢 现场的嘉宾 就是我谈话的对手 但是他绝对不会像 对方律师一样 动不动站起来跟你急 最后呢 就是都有观众 不过作为律师啊 现场旁听的人里面 可能有人会恨你 但是做主持人吧 估计没有什么机会 会招致愤恳 不仅如此 我还希望大家喜欢我 谢谢 当时节目组 对评委一再强调 不能给选手打高分 但是稀才爱才的评委 魄力给他打了满分 因为他的表现 实在是太出色 四位评委是无潜力的 全部给了他100分 五天比赛四天第一 一举拿下全国总冠军 你还记得19年以前 央视第一届主持人大赛 当时你获得是第一名 对 好汉不提当年 英雄不问出处 大家知道他为什么获第一名 您给的分高是吧 对 因为当时李老师 是评委军 因为当时给我们评委的规定 所有选手的分数 不能打到满分 我们是百分之 也就是说你觉得他再好 也不能打到100分 那么我们都遵守了这个规定 但是经过几轮比赛下来以后 我跟另外几位评委老师 也没有过口头交流 因为大家所有人都认为 这个人必须要获第一名 因为太喜欢他了 所以当时 我只能说您达不了100分 为难您 保送北大研究生 央视的金饭碗 全国主持人大赛的冠军 当时的莎贝宁直接领跑 同龄人一大结 堪称人生赢家 一时风光无两 可是 所有别人眼中的幸运 其实背后都藏着汗水 没有洁净 小莎不是主持专业出身 刚开始面对镜头也会紧张 一期节目要录很多遍 但是录第二次时 他像变了一个人 一次救过 那是因为 他每天不停地被搞 对着镜子反复练习 直到嗓子发言 还在读研究生的萨贝宁 身兼数值 从没找过借口 事情再多 他全都不声不响地完成 在多年的职业生涯中 他也是如此 高烧40度 坚持上节目 膝盖受伤 录制也不能中断 每次不同领域的嘉宾 来做客节目 他都要提前做大量的准备 便于和嘉宾交流起来 没有障碍 其敬业程度有目共睹 但是就在大家认为 他优秀成功的时候 萨贝宁画风突变 他在20多岁 最该活泼的时候 选择了严肃 在40多岁 最该稳重的时候 又回到了嘻嘻哈哈 他的人生 好像是倒着来的 我是娱乐圈 继贾天王之后 最后一个单身天王 娱乐圈最后的 女性都有财产 转一眼 这刚才就挂了 这咋样 心机太重啊 这画上来了 结婚 结了婚之后 唯一能做的一件事 不就是 维持婚姻 维持婚姻 背什么 再撑一会呗 你这好 就还没过半年 跟公众都不好消贷 公众都不好消贷 我是出生在广东 成长在武汉 祖籍是安徽 民族是回祖 但母亲是沈阳人 所以我还有一半东北血统 我的方言 其中国方言之大成 北方话我也会说 到沈阳也没问题 回广东都没问题 回武汉也一样 所以我很为我的方言感到骄傲 我中文不太好 无所谓 无所谓 你可能会说 我听得懂吗 没有没有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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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 OK 阿拉伯语都有 阿拉伯语都有 不得不承认 我就是那个放火的人 我是在女人的方心里纵火的人 对于他的画风突变 无数网友惊呼 原来你是这样的撒贝宁 明明可以去做段子手 偏偏要去做个主持人 有网友评论他 正经里带一点不正经 但这点不正经还不耽误正经 在上一个节目上 他能严谨正直地引进据点 沉着冷静地分析案情 在下一个节目上 他就能化身段子 往一个接一个梗 笑翻观众 从今日说法 开讲啦 了不起的挑战 加油向未来 欢乐中国人主持人大赛 从严肃普法节目 到搞笑综艺脱口秀 他能毫无卡壳的自如切换风格 每一种风格都能轻松驾驭 萨贝宁说 做节目的时候 我始终都是发自内心的 真诚自由的状态 我在这些节目里展现的是 自己不同的状态 但都是最真实的我 一个长得不帅 还不正经的中年大叔 一个放飞自我 还爱装逼的耍宝男人 不仅没人吐槽 没人黑 反而备受喜爱 因为一个时刻给外界传递善意 温柔对待每个人 每件事的人 他的人格魅力远远大于颜值和外在 萨贝宁时常在节目上 用自己的机智幽默 一次次帮嘉宾破解尴尬局面 在行业里是响当当的就场王 张信哲曾在开讲啦做过嘉宾 在接受台下观众提问的环节 有人问道 网上有人说 你是过气明星 你怎么看 这个尖锐的问题 让场面一路陷入尴尬 这时 萨贝宁却说 你不可能拿乔丹和新晋球员相比 但这却并不影响他成为NBA的神 寥寥数语 不仅替张信哲解了为还暖了心 站在萨贝宁身旁的张信哲 忍不住为其动情鼓掌 曾听人说 这世上最难得到的事物之一 就是懂你的人 萨贝宁说 我不能让别人尴尬 我天生就是一个打圆场的人 高情商不仅仅表示会说话 会接梗 而是能时刻让对方感觉到舒服和善意 不会让别人陷入窘境 给对方最温柔的关心和方便 萨贝宁用言行说明了一个道理 口才好可以当主持人 但有人情味有温度 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主持人